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老邊全身 歡迎來到全身解說 繼續為大家走上的是 全王專業戶和戰鬥技的巔峰對局 來看一下 上來就打得不可開架 完了 哇 吐了來 耶 反邊 開始發波 控制對方身位 從角落出來 走上了人生的巔峰 一決 我下盤再一決 不敢出來 重腿壓 重腿再接撥 噢 這個聖龍 這個兜底出不來 完了 再見 哎 打空了 這麼好的機會啊 最後一個機會 被專業戶浪費了 被經紀人弄了 搞了點汽油在地上 狡猾 1 2 3 4 打暈 擦一擦 腳上的油膩 哇 90秒 什麼鬼 把佔有污渍的衣服 把它震開 看一下最後一局 哦 要刷暈嗎 再打一下就刷暈了 跳過來 相反 再波 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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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波接得非常帥啊 打到以後馬上一個禁聲 好 連續的輕波壓制 壓制到滿邊 輕波 也不 哇 這個位置掌握得非常地到位啊 完了 啊 不讓出來 不讓出來 啊 不讓出來 就是不讓 哎 兄弟 哇 這個落地 什麼鬼 啊 這沒辦法啊 沒辦法 對方壓制的滴水不漏 根本是一點 空間都沒有 出不來 小雨呢 好 精神來 一波 一個充手 打一個counter 一 二 哎 左右折 左右折 折到了 哇 這個磕頭折 哎 但是磕頭敗把 這個箱沒有準備 走 一波 一絕 進身 那紅人的話 其實要多發波 壓對方起身 然後壓 用下中拳 還有下中腿 來控制對方的身位哦 下中腿 來控制對方的身位哦 這個轉身 哪裡走 根本就出不來啊 出不來 太快了 但是在兩到三個身位的話 其實哇 突來兄弟 紅人其實是打不過拳王 因為他的衝拳很快 但是在四五個身位開外的話 紅人就有事無可能發波 不會讓你精神的 哎 再見了兄弟 突來 哇 打暈 再見 一個衝拳 真的沒有太多機會了 這種機會是不會被浪費的 因為打紅人打他起身 然後打他生龍 基本上一打一個準 看第三局 好 中手壓引波 用輕腿來控制對手 然後中手 哇 這個壓制真的滴水不漏 一點時間沒有給對方留下 好 中手在壓 對方出不來啊 這個身位他不能出拳 好 退到中場 退到中場 那就不一樣了啊 對方也不敢衝拳 因為他要蓄力 也不能前跳 前跳會不會上勾拳 打個先手 剛才那個下腿 繼續轉身 我什麼鬼 轉身 我什麼鬼 他為什麼要旋風腿呢 這個我沒看懂啊 為什麼要旋風腿 想炫死對手嗎 一個想對死他啊 我是這麼思考 好 兩拳 不能動 不要打暈 再見 1234567 哇 打暈了 再見 這局的話 張無忌真的是 幾次缺恰的機會都浪費掉了 被反殺 好的 大家喜歡的選手 我喜歡的選手 我喜歡的選手 我喜歡的選手